二千年後,蕭若元述往事, 論當世,思來者, 和大家一起誓說太史公,史記。 苗繪元,打獵, 楚王出打獵的聲勢很厲害, 只是這樣,都不夠厲害, 於是就出美女,楚王打獵, 立即出美女,於是鄭女萬基, 鄭國的人出名, 林鄭,那些妖慢的基, 披厄石,是穿著很漂亮的衣服, 如柱稿,稿其實就是白衣, 那些詩漬的衣服, 漬籤羅,是用漬花, 漬羅在上面裝飾, 垂墓谷,然後外面披一件很薄的衣服, 好像霧的衣服在外面, 霧的衣服在外面, 劈跡牽咒, 這件衣服,外面那些花紋, 是這樣摺起來, 劈跡牽咒,有些咒紋在這裡, 於徐徐毀曲, 即是, 那件衣服有些咒紋在這裡, 就是毀毀曲曲地擺下來, 鬱鬧契契谷, 盤好飛飛, 鬱鬧契谷,盤好飛飛, 就是講什麼呢,就是講, 盤盤飛飛,就是下面的裙, 那些裙子是一幅一幅, 穿著裙子在這裡飄蕩, 羊絲率射, 羊絲率射, 就是那些裙子是拖在地上, 而是非常之, 那些摺的地方是非常整齊的, 而摺得非常整齊的, 飛遷垂哨, 這件衣服是很窄的, 一件很瘦長的衣服, 浮雨衣美衣飛, 這件衣服是很窄的, 然後有一個燕尾在後面, 是拖著的, 那個燕尾又怎樣呢, 一盒褶菜, 一盒褶菜是什麼呢, 就是那些拖在地下的, 那些衣服拖在地下的聲音, 他形容美女的衣服, 由件衣服的布, 形容到裙, 又裙, 其他的裝飾品, 以及拖地發出來的聲音, 下摩蘭蔚, 那件裙下面就拖著地下的蘭草, 和蔚草, 上佛乳蓋, 因為他說過高計, 就碰到上面, 楚王那些乳蓋, 遮住那些, 錯翡翠之威穴, 和那些翡翠, 翡翠是一種鳥仔的旗, 旗, 貿擾欲衰, 扎著帽子, 那條絲帶是用玉扣來扣著, 貿擾欲衰, 妙符幼幼, 看上去覺得, 簡直不是像陳世一樣, 這班美女, 扮著鏡頭走出來, 若神仙之彷彿, 簡直好像一筆神仙飄出來, 好了, 和那班美女出來, 又再打一個獵, 這支打獵有另一種描述, 於是乃相遇, 療於惠抱, 在奈花園打獵, 盤山撥出上甘堤, 是很自在隨暴走上水堤, 河堤上面, 掩翡翠, 捉翡翠鳥仔, 射俊夷, 這次射的不是大的東西, 全部是小的東西, 微增出, 一支用小的箭, 增就是箭, 用小的箭來射, 纖繳獅, 纖繳獅, 又是一支小的箭, 而是有一支獅在後面, 扔住, 射了, 射中了可以拉回來的, 射什麼呢, 液白骨, 用來射白骨, 連家鵝, 當然這些是水鳥, 連家鵝, 雙倉下, 兩隻倉鳥, 掉下來被射中了, 原學家, 也增加了, 打了一些黑色的殼, 桌而後發, 猶豫清磁, 到了累了, 就不再射, 射了一輪水鳥, 就去遊覽, 遊覽又怎樣呢, 浮文翼, 那隻, 坐那隻船, 是畫了一些小鳥在上面, 文翼, 其實是講這隻船, 楊貴矮, 兩旁的美女, 拿著一些貴木, 貴木所造成的獎, 在那装, 張翠衛打開一個, 穿有翡翠鳥的圍幕, 畫了翡翠鳥的圍幕, 建羽蓋, 建立一個行宮在那裏, 建立一個行宮在那裏, 網代務, 找個網來捉一些代務, 吊紙背, 吊紙的背殼, 這裏又是另一種description, 槍金鼓, 這時候敲起金鼓, 吹明賴, 吹起喇叭, 磅人歌, 配襯以那些軍事唱的歌, 聲流渴, 聲音大到, 好像渴斷那條河流, 水蟲核, 那些水蟲全部都害怕, 那些波濤佛, 那些波濤好像煲熟了, 湧泉起, 那些水湧起來, 奔陽會在那裡流, 濾石倉擊, 那些水, 撞到石岸邊的石頭, 浪浪合合, 是聲音, 約雷霆之聲, 好像雷霆發出雷霆那樣的聲音, 那些歌聲, 激發起來, 文庫百里之外, 一百里之外, 都聽到, 他是describe了幾多種不同的處境出來, 現在, 最後他們去遊樂, 坐船出去, 那些人唱歌, 奏音樂, 就是這樣, 張釋遼者, 就來停止打獵, 激靈鼓, 就打起鼓聲, 就表示停止, 起風水, 燒起狼煙, 通知楚王快回來, 車按行, 那些車一架一架接著行, 騎奏隊, 那些騎兵都排隊, 利符淫淫, 班扶銳銳, 是非常壯觀, 而且有秩序的, 班扶銳銳, 去到這裏, 預備回, 而楚王是怎樣呢,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台, 很悠閒地登上台上, 帕富無為,好像什麼都不用做, 淡富至此, 非常有自信心, 回到這裏, 坐在台上, 雀躍之和俱, 然後遇之, 找雀躍來混食物, 然後給楚王吃, 楚王是這樣, 他說不是很像大王, 不約大王, 終日辭請, 而不下雨, 你一天坐著馬車, 就不停去打獵, 是不下車, 暖幹, 淪碎, 你就在馬車上面, 割碎肉, 在車輪旁邊, 就燒烤, 淪碎就是這個意思, 在車輪旁邊燒烤, 你看看楚王多有限, 吃的東西多貴重, 這個用來, 故意講到楚王, 這個描述來嘲笑齊王, 以齊王, 你自以為如, 自己覺得很開心, 神竊觀之, 我看見, 齊苔不如, 你真是比不起楚王, 於是王默然, 無以應勃也, 於是我就擠低了他, 他就不懂得回答我了, 所以我這麼開心, 好,這節到這裡,